宝平州中部以西地带 采一国在内周边十数国 以采一国兵马最多 是桌面上的第一强国 尤其是齐军树木冠绝驻国 只是真实战力如何 无论是盛产种甲不足的古鱼国 还是攻马熟安擅长齐战的松西国 或是民风彪悍 不齐精锐的疏水国 都有资格嘲笑采一国边军的那些绣花枕 曾经好不容易冒出头 一个姓马的厉害武将 还给编军大佬排挤到了 胭脂郡那个脂粉窝里头养老 这么一大块油腻肥肉 够采一国的接壤三国 联手饱餐一顿 楚豪此次亲自带兵震慑江湖 除了妻子的私人恩怨 其实根源还是要争夺 那个征伐采一国的主帅身份 好为自己多争取一些朝野声望 否则哪怕皇帝陛下内心的人选 更倾向于楚豪 可难免会惹来一些功勋老人 宗室权贵的妃 自己送上门来的这颗剑圣头颅 奋令不比一座剑水山庄青啊 大阵重重保护之下的楚豪 忍不住笑道 天助我爷 宋玉烧 杀 只管杀 等你到了强弩之末 看你还怎么耍威风 我楚豪很快就会手握数十万边军 挥师百上 等我拿下了采一国的灭国投宫 保平州十年一度的关湖书院无将大平 说不定就要由我楚豪的一席之地 北边那个大离宋长静不过是仗着皇亲国旗 真要谈沙场用兵的真本事 一个如毛隐穴的北方蛮子算个什么东西 楚豪握紧那把玉刺裁纸刀 笑意愈浓 忍不住重复了一句 天助我爷 道路之上 一人迎敌对峙齐军的宋玉烧 在成功挡住两波剑语后 已经距离前方齐军不过五十步 以他的前奔速度 齐军已经放弃骑射 以再熟悉不过的冲锋凿阵姿态 蛮横撞向那个黑老人 宋玉烧心神微动 前奔途中横移数步 躲过一只极其迅猛的阴险剑士 声势远远胜过之前 以量取胜的骑足传生 之后老人三次转换位置 都恰到好处的躲避掉特支剑士 双指剑绝一摇 驾于空中那把长剑下坠前冲 他大笑 斩马开阵 那些从马背摔落的持刀骑足 有心死战 却人人战刀落在空处 只觉得一股虚无缥缈的 青烟擦肩而过 眼前就再无黑衣老人的身影 依然如飞剑前掠 如蛟龙游走于江河之中 竖起战马眨眼之间就被斩断马腿 常见只管为后边的主人 开辟一条畅通无阻的前行之路 或刺透战马背脊 或在马侧划出一条巨大的血槽 或从腹部划了出一团鲜血淋漓的肠子 所到之处战马倒地马足坠落 然后就是一道淡泊如烟雾的身影 潇洒牵略 战力卓越的精气冲阵 就这样被疏水国剑胜一传而过 宋玉烧成功凿开第一座阵型后 前方却是盾牌如山 一线排开 缝隙之间刀光凛凛 更有长毛如林 人微微耸之 足足一人半狗 整齐矛头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绽放出沙场独有的惊人气势 若是高高跃起 从空中掠向内杆主将所在的大道 楚氏大军的待客之道 一定会是列在毛阵后方的布公向上尽说 之前由于宋玉烧破绽速度太快 布公抛射没有派生用场 但这绝不代表布公就没了威瘦力 更不提其中还夹杂有朝廷奉若珍宝的一张张墨加神功 宋玉烧强提一口心气 体内气急流转如洪水汹涌倾气 就在此时 在宋玉烧视野不及的布真后方 早有数名依附朝廷的疏水国江湖顶尖高手 踩着士族的脑袋和尖头 连眉扑杀而来 算准了宋玉烧的唤气间隙 高高越过那片密集枪林各怀利器 刚好对宋玉烧当头披下 宋玉烧脚尖轻点不退反进 一手握住毅然长剑一剑横扫 对着空中拦腰斩绝 算到了宋玉烧要换气 但是武道境界有差 这位世人眼中的江湖宗师 根本不知道六镜五人的契机流转之快 三名兵器各异的四镜小宗师 竟是当场被那道半壶剑气拦腰斩断 江湖出身 战死沙场 不知道那三人会不会死不瞑目 宋玉烧又一剑笔直斩下 身披重甲的大镇部族四五人 以及他们身后数人 同时被这道直直裂空而斥的剑气 连人带甲轴和兵器一起被斩得粉碎 周边部族一身铁甲 顿时洒满鲜血和残肢断骸 好在重甲部阵素来以稳固著称于世 在部阵被剑气斩出一条道路后 几乎瞬间后方部族就涌上前方 疯狂部族缺口 左右两侧部族也有意识地向中间靠拢 沙场厮杀魂不怕死未必能活 可怕死之徒往往必死 宋玉烧借着道路开辟又合拢的眨眼功夫 看到了布阵大致的厚度 心中微微叹息 脚尖一点手持已然 仍是只能身形跃起 一抹剑气肆意挥洒而出 砍断了前边数牌的密集枪林 同时骤然握紧长剑 一身剑意布满剑身 剑气大振 宋玉烧如手持一轮圆月 仿佛能够与头顶大日争夺光辉 他一声大喝身形拔钩一仗有余 剑意与剑气同时暴涨 原本大如玉盘的那轮圆月 骤然间变得无比巨大 将宋玉烧笼罩其中 任由如鱼剑士激设 不改那条直线规矩 向内杆大道凌空滚走而去 剑士击中圆月之后 悉数剑尖破损 剑杆崩碰之后 在黑衣老人二度破阵之时 身后远处的卑剑少年没有袖手旁观 也开始向前奔跑 动若脱兔无比矫健 处是嫡系齐军 当然没有拨转码头的必要 徒者其不相互干扰而已 于是自然而然就将满腔怒火 撒在了少年头上 只是谁都没想到 一个享誉江湖一甲子之久的 输水国剑盛 悍然破阵也就罢了 一个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边 蹦出来的江湖少年郎 也是这般难缠啊 卑剑少年的身形实在太快了 不仅一步能跨出两三丈远 而且方寸之地辗转腾挪也极其灵活 不但躲过了四五支角度刁钻的墨家箭矢 一轮箭雨同样被他一冲而过 期间只要是在他的前行道路上 必无可避的箭矢啊 少年就干脆以双手拨开 世大历程的箭矢 当少年与骑军面对面撞上的时候 原本借助战马前冲之迅猛势头 可谓战尽优势 可是暂且不知江湖跟脚的少年呢 就像是一条滑不溜秋的泥酒 在经济冲锋的间隙之间 一穿而过 偶有交手 他或是一拳猛锤战马侧步 打得连人带马一起横飞出去两三丈 或是以尖头斜撞 同样是马蹄腾空人马俱翻的凄惨下场 最后他更是轻轻跃起 踩在一记马背之上轻平点水 在后方数据的马头或是战马背脊上一闪而逝 让那些骑足只觉得如一阵清风拂灭 刀是劈出了 枪矛也有刺出 但就是无法成功捕捉到少年 哪怕一片一角 绝对是四境巅峰 甚至是五境的五道宗师啊 剑洪的小道宗师 剑洪的有没有 剑洪功夫 剑洪的小道瓶